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胖 这个新世界之战玩法已经上线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战效果 如果你本身的手机就没有左右两边的那个黑边 或者是你用模拟器的话 他就会把那个黑边移动到上下两边 让这个视野更宽广 这个玩法主要就是让你可以开局的时候 直接看到对方什么位置 而且如果之前是远距离的视野外摸奖的话 那可能现在就会看到你释放技能的一个前摇 然后有机会直接反应躲掉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实战 普攻反向骗一手 骗出来以后再拉开身位 我就给你搓开歪轴 看你放技能 然后再用一个秘卷顶掉你的第二段 那他这个朋友电脑烧就直接没了 所以这个视野如果放到正常的角度场里面的话 可能对一些忍者会有一些影响 特别是那些起手速度比较慢的人者 对面看着你放技能 那我就可以直接躲掉 而对于这个九喇嘛消防命人 这样起手速度比较快的一个位移技呢 那我就可以直接追着你 看着你的位置去起手 不过目前这只是一个独立的玩法 未来是否会加入到正式的角度场里面还不确定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对战忍战态度 这边替身 只是一个秘卷顶起来 你手里没有虚化 居然敢放一技能 快速用二技能这个爪子拉一步伤害 这个视野对于对面的忍战态度来说的话 也有一些好处 原来可能你是靠反应去完美闪避 但现在我看着你放技能 你要一抬手 我大概猜一下那个技能什么时候过来 然后再用二技能去完美闪避 不过你闪避成功以后 想要抓到对方 那就要看你的操作和意识了 稍微躲一下他的攻击 然后用二技能过去拿先手 这个九喇嘛消防命人普攻非常灵活 就是这样普攻一直3A 你踢针以后想抓到后摇都没那么容易 既然你踢针出来了 那我们看一波彩蛋 而且是双彩蛋 游决住 ehkä是吗 我们看游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